乌莫夫他是把一专信息设想成了电码式的三连码 然后后来克里克和伯伦纳的实验又证实了这种三连编码的真实性 然而就是简机长链到底是如何具体编码的呢 真正破解生命密码的是三位美国的科学家 他们的名字叫做尼泵伯格·克拉纳和河里 他们分享了1968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当时科学家们已经知道蛋白质是在细胞核以外合成的 它的过程与DNA没有直接的关联 而是与几种RNA有关 RNA是根据DNA的模板而产生的有类似的核干酸的序列 只是用U代替了T而已 为了研究蛋白质的合成 人们企图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建立一种无细胞系统 这种系统的话实际上就是一团没有细胞末 但是包括做的细胞质以及其他的一些结构 他能够这种系统能够正常的发挥合成蛋白质的功劳 作为一种有效的实验工具 他可以方便的控制和研究遗传信息的传送机制 尼伦伯格他就是早期研究无细胞系统的人之一 尼伦伯格他是1927年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 后来他随时全家搬到了佛罗里达 在那里他获得了佛罗里达大学的学士和硕士的学位 1957年他在密西肯大学获得了生物化学博士的学位 然后他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这个NIH从事博士后研究 后来他就一直在那研究所工作 尼伦伯格设计了一个方案 使用大肠杆菌细胞提取E来建立无细胞的系统 他指导他的一位来自德国的博士后马特医 按照他的方案进行试验 首先他们发现并且证实了RNA才是指导蛋白质合成的分子 因为如果在这个无细胞系统中他们添加RNA的话 蛋白质可以顺利的合成 添加DNA则不能 尼伯格由此就意识到 如果把已知的RNA三连体引入到无细胞系统中 然后再来识别合成以后的氨基酸 然后就有可能破一遗传密码 正好这个时候研究所的其他的科学家 正在合成单核肝酸的聚合物 比如说5个A在一起 5个T在一起等等 在得到了一些这个UUUU5个U的巨U以后 尼伦格就让马太一向他们的无细胞系统里面 加入这种5个UU一连串的这种长链 然后就到了两位科学家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他们发现这个细胞液中出现了大量的本饼胺酸 也就是说尿密钉重复的剪接链 可以合成一个本饼胺酸的蛋白质链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 说明编码本饼胺酸的密码纸就是UUU 于是首个密码纸UUUU被成功的破译了 消息一传出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在系统中加入了 GAGC和G7这些东西 结果他们获得了另外三种氨基酸 实际上他们这一连串成功的实验是一箭三雕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们不仅破译了这四个重复的密码纸 同时他也证实了无细胞系统的成功 这个无细胞系统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技术创新 在以后成为了分子生物学中重要的实验手段 此外实验也进一步的证实了 TRNA以及MRNA等等 这些在蛋白质合成中的关键作用 在几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上 尼伦伯格展示了他的论文 这个发现让尼伦伯格从一个无名小贝一跃而成为名人 后来他的助手马特一完成了他的博士后 回到德国去了 尼伦伯格继续一个人研究在无细胞系统中破解遗传密码中其他密码纸的方法 不过重复的多具物比较容易破解 但是除了这四种重复的密码纸以外 如何来破解其他不重复的密码纸呢 尼伯格又想出了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说他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混合不同的减积来合成这个RNA 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生成不同的氨基酸的比例 并且还可以利用已经破解了的密码纸的信息 来得到一个未知的密码纸的信息 这样一个接一个就可以破解他自占心的这样想 不过他后来发现这种按比例合成RNA的方法 可以确定氨基酸的减积组成 但是却不能确定他们的排列顺序 最后这个尼伯格他又采用了另外一种叫做三联体结合实验 解决了那个排列顺序的问题 他带领这个美国国立的卫生研究院两个小组 后来一般人嘛经过了几年的努力 终于取得突破破译了所有的密码 几乎在同时吧 有另外一位印度裔的美籍科学家叫做Korala 他用不同的方法也是独立的破译了遗传密码 Korala在印度的贫穷农村中出生长大 他的父亲小村中的一名税务员 家庭虽然很贫穷 但是他父亲十分重视教育 因此孩子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使得村里人对他们家刮目相看 Korala后来他长大也是非常聪明谦虚 十分低调 他60年代移居到美国以后 担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美研究所的所长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 他发现了RNA编码蛋白质的一些活成机制 在70年代他到开始到麻省理工 MIT工作一直到2007年退休 1972年的时候 他在麻省理工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 合成了第一个人造基因 他的化学理论成为遗传工程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964年的时候 就当初他还在那个研究所的时候 Korala做了一个出色的实验 他首先合成了一个 优积优积交替的工具物 这个优积优积虽然是两两交替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三维编码 确实有两个不同的 然后他就用这个东西 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性质 结果产生了一个 两两交替的多态链 两种氨基酸 一种和另外一种交替的 这样的话他就确定了 这个优积优积产生的那种半光氨酸 而这个基优积只产生的那种 斜氨酸的结论 Korala他还发现了64个密码子中 每一组里面这个核甘酸的精确排列 他和尼人质后来一起发现了这个核甘酸的某些组分 指示细胞开始或者停止合成蛋白质的方式 也就是说到1969年的时候 64种遗传密码的含义全部得到了检查 这样的话 那个Klik在这个基础上排出了一个遗传密码表 虽然不是他全部发现 是另外两位发现的 但是密码表是他排出的 遗传密码子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第一点就是说所有的遗传密码子都是由三个核甘酸组成的 这就叫做三连体密码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许多氨基酸的密码子是不止一个的 因为四种氨基酸组成的三种东西的密码子可以有64种 氨基酸却只有20种 所以有好几种密码子编码同一种氨基酸的情况 这叫做密码的减并性 编码同一种氨基酸的两种以上的密码子就叫做减并密码子 第三个特点就是说64个密码中 61个是编码了氨基酸的 有三个是例外的 这三种不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 使这样三种它们的作用是中止 mRNA翻译成蛋白质 所以把它们叫做中止密码子 密码子的AUG这一个除了编码一种氨基酸以外 还是mRNA翻译产生太炼时候的起始位置 所以说AUG它是把它叫做起始密码子 第五个特点就是说观察减并密码子可以看出前两个氨基酸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前面两个是严格的 第三个是变动的不严格的因此Click为此提出了摆动假设 用于解释氨基酸有两个以上密码子的原因 第六个特点就是除了极少数以外 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都相同的 这点非常的奇怪 这种遗传密码的普世性或者通用性 也是生物从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一个佐证 遗传密码让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神奇 不但大自然是具有回复神功的效能 它还能够为生命编写密码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